观点观第五十四条中情市场 在郭北京北京社区老子开门 观众丽晋荣除了来跟建典 替阿公阿嬷借责 跟他们做个吃饭开口 要求大家知道 对七个一合开始 观众中情市场增加事物重度保险 共用预备这些影响 以及来提高途港的薪水補助金 希望这些消息 会等于社区来聚集的这一天 严告不久 看到观众丽晋荣 房仪地菜 专门是欢喜又拍赛 郭北京北京社区 严晋荣事严告白这天 管众马带来比加菜 更加让人欢喜的好消息 我们会增加的食品安全的保险 大家吃要更加放心就对了 第二因为这志工 吃多就对了 实在是吃感心 所以我们会变得一条 这志工的作业费 让他们平常能够多一些资源的运用 第三点就是说对这个厨工的补助 我们也会作用来增加 北京社区这 是欢迎官第五十四的重庆市长 很多社区万一开办这种好处 但常常住在缺钱缺人的状况 管众仁甲保障对中部的含社区来说 是接下来不就会开车 感觉不错了 不是不错 我去一趟了 你住一家也没有这么多 你平常生活都自己一个人在家煮吗 两个啊 两个在家吃辣味还是来吃辣味 吃辣味 最主要是让社区 社区一些长辈啊长者啊 他们能吃到一个很丰盛就是说 就是说小小的饭菜 对 还没说会到这家亲在住住的 然后在此我们就感谢说我们县议员啊 包含县长啊 包含我们社区社区一些志工妈妈 他们领域的协助 看到这些阿公阿嬷到这里吃饭 管众李靖庸是很开心的 但问到尽管众对他们未必叛行确定的事情 李靖庸严笑的表现 适合应该让婚姻官明交代 婚姻官政府的财情已经很困难了 这间公司 违法的公司 竟然可以透过适合来叛三十来 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情况 但现在判断比较重了 你说你这个司法 是不是有法度党 将这条线三十六月 可以反而我们婚姻官政府 因为婚姻官的问题 婚姻官付出了很大的台阶 三十六月对管府来说 可以增加不少的好利 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 都照顾得到 这段也不用因为主案不够来最老金 记者零一零 蔡航报道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